所以她還有跟爸爸聯絡嗎 她有啊 還是有 她有啊 她有 她會跟你講嗎 她會跟我講 妹妹去過 喔 妹妹去過 對 哥哥太忙了 哥哥怎麼昨天又拍到半月三點才回家 我不會特別去包裝他 讓他一定要擠進來這個圈子 因為我要 我跟他說的是 你到底你來了這個圈子 你有什麼工作 對 對 對 是 你會演言的多好 嗯 你會唱歌 喔 她唱歌還不錯 喔 對 有一次她有去應酬 結果她一唱歌的時候 全部人這樣 嚇到 對 然後 就 我就覺得 其實她是可以讓她自己變更好的 可是當你 當你的能量跟你的功夫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你進來隨時都會不見啊 對 對 所以她是唱什麼歌 我幫大家經驗 她唱完會把她的歌 喔 不征服之類的嗎 走了嗎 喔 這首歌 對 其實那天我也嚇一跳 哇 竟然敢在我們面前唱這首歌 開玩笑 開玩笑 那沒 我其實真正的感受是 我很開心她這麼愛爸爸 然後 她不會覺得在大家面前唱爸爸作品是 尷尬 或尷尬的事情 我覺得很棒 我反而覺得 就這兩個孩子現在是讓我感覺很溫暖跟踏實 那有一天突然跟你說 媽媽我想要再 我想要自學這樣 自學 還是說 沒有其實是 因為她 不開心上課上不開心 然後 就 我每天早上送她去學校的時候 我們的關係拉扯非常嚴重 就是她會一路哭說她進不了教室 可是我 我又 有時候我會被社會的觀念盲架 因為 我也是第一天當那天的媽媽 所以我有時候也會 就是覺得不行 你就是要進去上課 你看外面每一個人都進去上課 有你心情的人 跟你一樣心情的人一定也有 所以你就是要進去上課 然後她就 她就覺得 我不愛她 因為她不知道 她當下的心情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我們就這樣拉扯拉扯 拉扯了好久 後來 老師就找我進去聊說 其實可以選擇自學的方式 因為她也捨不得看到孩子好像 都躲在一個角落 或者是上課就已經躲在廁所 沒有一個人找得到她 就真的怕她出事了 她是被排擠嗎 怎麼會那麼嚴重 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說別人不好來排擠她 應該是這個孩子的個性 可能有一些同學就不知道怎麼跟她相處 所以她還有跟爸爸聯絡嗎 她有啊 她是有 她有 她有 她會跟你講嗎 她會跟我講 就是跟往常一樣的狀況 是 是 所以她也會去排擠嗎 妹妹去過 喔 妹妹去過 對 妹妹前些時間去過 哥哥太忙了 你哥哥怎麼昨天又拍到半夜三點 你要回家 所以妳現在狀態這麼好 然後上次又說現在可以打開新房 那有追求者來了嗎 有 有喔 幾個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愛情就是鬼故事 哈哈 你不是說你要打開 你要打開新房 不是嗎 打開新房 可以打開新房 可是還沒有時間去 認識 是 去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 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好不容易 一塊部分的事情是鬆了一口氣 那是不是要先讓自己鬆一口氣 長一點的時間 對 不要那麼快再投入 下一段感情 對 你就看到有男生寫訊息來 然後是關心的 就說 那你怎麼了 什麼了什麼了什麼了 有可能會 嚇到 好